深夜不睡觉的宝家都在忙着吃夜宵 隔壁的母女三个 此时也都在各自忙碌着 姐妹俩爬到了栅栏上 左侧的是徽宝 右侧是瑞宝 徽宝的小身体明显灵活一些 不愧是将爷爷口中的蜘蛛侠 而瑞宝这里虽然动作慢 但这小心翼翼的样子让人很放心 因为瑞宝懂得分寸 不会给自己弄伤 而爱宝这里正在吃竹子 徽宝凑到栅栏前和爷爷打着招呼 而乐宝这里干饭的同时 还不忘让买爸给自己按摩按摩 乐宝已靠在栏杆上蹭来蹭去的样子 让宋爷爷想起了以前的福宝 另外 今天宋爷爷空闲之余 还买了两瓶熊猫形状的饮料 表示一个是瑞宝 一个是徽宝 还用笔在饮料瓶上标注上了 瑞宝和徽宝的特点 而此时旁边的圣熙阿姨 正努力憋笑中 感觉圣熙阿姨马上就要憋不住了 宋爷爷邀请圣熙阿姨 来猜猜哪一只是瑞宝 圣熙阿姨像哄孩子一样 陪宋爷爷玩耍着 当圣熙阿姨准确猜出来时 宋爷爷还追问圣熙阿姨 是怎么猜出来的 宋爷爷这再长不大 马上就要被瑞宝和徽宝赶抄了 第二天 宋爷爷在乐园的竹林里 发现长出了许多的雪珠竹笋 而且还有一根大的 做事 我做事做事做事 宋爷爷这激动的样子 不亚于发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宝藏 宋爷爷给其采摘了下来 然后拿着雪珠竹笋 带给了瑞宝和徽宝 此时徽宝正在树上睡觉 宋爷爷打算先去找瑞宝 瑞宝很信任地从爷爷手里接过雪珠 就往嘴巴里送 这是瑞宝第一次吃雪珠 看瑞宝这一口接着一口的样子 似乎对雪珠很满意 瑞宝给雪珠都吃完了 而徽宝这里还是没有醒来 宋爷爷打算用美味的雪珠吸引徽宝 徽宝自着嘴巴麦里去闻的样子 很是可爱 而大竹笋 爷爷则带给了爱宝 这是爱宝今年第一次吃竹笋 这熟悉的味道 让爱宝很有胃口 爱宝一口接着一口 根本停不下来 将爷爷今天带着他的遮阳帽 来到了自己亲手培育的小农场 而眼前的是爷爷种植的菩提果 以及樱桃 而今天爷爷的目的 便是打算将其摘一些回去 给福宝尝一下 爷爷将菩提果和樱桃进行清洗后 便带到了福宝的房间 爷爷先给福宝递了一个菩提果 福宝仔细闻着菩提果 但是最后并没有下口 爷爷看福宝不吃 又给福宝换了樱桃 而福宝面对樱桃 明显也不是很感兴趣 最后爷爷拿来了竹笋 爷爷隔着栅栏 给福宝的竹笋包皮 而房间里的福宝 明显已经等不及了 像是在说 爷爷 你给我自己包吧 福宝不停地催促着 让爷爷快点 直到爷爷 将竹笋递给福宝 福宝这才安静下来 福宝表示 以后爷爷就别再给自己 整花里胡哨的东西了 还是竹笋来得实在 而将爷爷这周 再次说了一下 爱宝怀孕的情况 表示爱宝最近的进食 和活动量都在减少 而睡眠时间则明显增加 但将爷爷表示 大家不用担心 这都是正常现象 爷爷来到爱宝的房间 可以看到 昨晚爷爷给爱宝放去的竹子 爱宝并没有吃多少 相对的 今天的青团数量也很少 将爷爷表示 不管爱宝是否怀孕 大熊猫作为一种坚强的动物 都是不会让人 轻易察觉出自己怀孕的 而居住在旁边的福宝 则正在悠哉悠哉地吃着竹子 看着满地的竹子残渣 是不是就可以看出 爱宝吃得少了 而且 就算给爱宝换了新的竹子 爱宝依旧是没有胃口 可以看出爷爷准备的竹子 爱宝几乎没动 而且 根据爷爷记录的福宝一家的 大变量数据可以看出 爱宝的大变量 明显少于福宝和乐宝 因为爱宝现在对竹子没有胃口 所以爷爷爷会给爱宝 增加一些水果和窝头 而这周 爷爷和相关医护人员 打算给爱宝做一下超声波检查 一听到要给爱宝做超声波检查 办公室里的饲养员们都围了上来 检查完后 将爷爷突然想到了一种竹子 便跑到室外去采摘 是开花时的竹子 当爷爷将开花后的竹子 放置在爱宝的房间后 没想到 爱宝居然吃了起来 这让爷爷很惊喜 因为爷爷找到了能够投喂爱宝的食物 这样就可以让爱宝正常进食了 将爷爷正在和福宝谈心 表示福宝 今天在外面闯了很多祸 问福宝 有没有要跟爷爷解释的 原因是 福宝今天下午营业时 在外场园区 折断了一根非常大的竹子 当时爷爷感到食已经为时已晚了 爷爷对福宝说 你又闯祸了 但转头又夸福宝 真是个有能力的小熊 果然教训归教训 该夸的也不能少 虽然闯祸了 但是大孙女能力很强 还能勇敢地吃着闯祸来的竹笋 真棒 而福宝听着爷爷爷的念叨 嘴里的竹子 却一刻也没有停 福宝心想 只要不和爷爷对视就没事 爷爷当即表示 要和福宝谈谈 等回到房间 福宝吃着刚才折断的竹笋 而爷爷则在一旁 给福宝讲着道理 表示福宝刚才折断的那根竹笋 近乎五米 问福宝以后 能不能不要再闯祸了 要想妈妈一样 要善良的生活 爷爷看福宝翘着二郎腿 表示以后爷爷说话时 可不可以把腿放下来 或许是爷爷看福宝不搭理自己 试图转移话题 给自己的台阶下 而爷爷说着说着 便又为福宝包起了竹子 小时候的福宝爱把青团拉到竹子堆里 爷爷表示 这样可以使福宝有安全感 因为在野外 野生大熊猫都会将自己的粪便隐藏 防止气味吸引嫡妻 怀里不断翻腾 差一点就溜走了 好在爱宝提前预判了福宝的动作 将福宝叼在嘴里 一直没有松口 直到福宝最后折腾累了 这才消停下来 而爱宝也如愿地让福宝和自己一起睡觉了 福宝看到爷爷又来抓自己下班了 掉头就跑 但爷爷这次给福宝拿来了好吃的 福宝被美食所诱惑 便走了回来 爷爷看着福宝这淘气的样子 脸上挂起了慈爱的笑容 而就在爷爷低头调试手机 准备给福宝拍照时 福宝小脑袋里灵光一闪 掉头跑了 爷爷一抬头 发现自己 又被福宝给耍了 立马跑去追福宝 福宝小短腿 明显没有爷爷的大长腿跑得快 爷爷提前预判福宝的走位 早早地坐到小木床上等福宝 福宝见小木床这条路走不通了 便掉头走了回去 而爷爷则是坐在小木床上 看福宝又有什么新点子 而此时圣溪阿姨来园区清理卫生 福宝看到圣溪阿姨到来 打算找圣溪阿姨求助 但当福宝来到小亭子旁时 圣溪阿姨已经走了 福宝则又拿起爷爷做的冰冻竹子 自己玩了起来 最后天色渐黑 爷爷只能采取强制措施了 而福宝看到爷爷过来 则摆出了自己认为最凶猛的姿势 试图让爷爷知难而退 但爷爷只用了一掌 就给福宝织得服服贴贴的 爷爷将福宝抱起 一鼓作气将其抱回了家 福宝和爱宝正在打架 而宋爷爷则正蹲在门口 让这母女俩去室外玩 爱宝此时表示 奶爸先别管 我今天要好好教育一下这个逆子 福宝则表示 让爷爷快过来 给你宝贝姑娘拉走 晚了就要出雄命了 一会儿爷爷给爱宝哄去了室外 让福宝留在了室内 打算让这母女俩 彼此好好冷静一下 此时福宝看到妈妈去室外了 自己也想出去了 福宝蹲在门口 让爷爷开门 放自己出去 看福宝身上这躯黑的样子 像是穿了一条背带裤 一会儿爷爷怕福宝无聊 给福宝扛了一个大主筒过来 福宝看到大主筒后 表示妈妈 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福宝抱着主筒 在上面蹭来蹭去 结果一个不小心 给主筒推了下去 福宝发现主筒不见了 东看看西瞧瞧 发现原来掉在了小木床上 福宝立马从滑梯上爬了下来 来到小木床上继续玩 玩了一会儿 福宝突然又想起了妈妈 不知道妈妈在外面怎么样 又来到通道门口查看 此时宋爷爷来到了园区 来叫福宝回家 福宝看到门开了 便开心地跑了回去 福宝离开后 宋爷爷拿来了水管 来给福宝园区的小花小树浇水 顺便给室内园区降降温 宋爷爷爷还调皮地 用水管和游客打了个招呼 宋爷爷爷正在给游客们 看乐宝去年的生日蛋糕 再有三天 就是乐宝的11岁生日了 想必今年的蛋糕 一定会比前几年的蛋糕 要有仪式感吧 想起九岁时的蛋糕 就略显潦草 此时圣妻阿姨 正在和宋爷爷为乐宝的蛋糕 稍加点缀 蛋糕布置完后 宋爷爷调皮地将自己的脏手 在圣妻阿姨的身上抹了抹 一会儿宋爷爷先溜走了 圣妻阿姨则继续为乐宝清理清团 清理完后 宋爷爷爷在门口 等着圣妻阿姨 给圣妻阿姨开门 再来近距离欣赏一下乐宝的蛋糕 乐宝便宜女婿的称号 就被网友们曲解了意思 以为乐宝的便宜是不被偏爱 乐宝走到自己的蛋糕前闻了闻 乐宝面对着自己的生日蛋糕 心里很是开心 乐宝先是品尝了一下竹子上插的胡萝卜 一会儿乐宝感觉小胡萝卜吃着不过瘾 直接抱着自己的九岁生日立牌 啃了起来 乐宝啃了一会儿 发现自己牙口不行 差点没把自己的牙给搞掉 乐宝又老实地吃起了胡萝卜 乐宝此时心想 还是胡萝卜适合我